恐龍 狹行天下它不只是前面這個動畫做的挺好的 它其實中間你在玩的過程當中 它也會傳達一些動畫在裡面 所以這些動畫就都做的蠻細緻的 然後我的職業的話是蠻丸 然後他的職業跟種族 他有三大種族然後五大職業 然後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種族的話他其實是人族 這一個跟這個 這兩個 都是人族 然後 這一個 跟這個 是仙族 然後這一隻呢就是我使用的蠻王 是妖族 就是看大家個人了 當時我在看這五大職業的時候 我覺得妖族最正啊 就是妖族看起來 雄厲害 然後他的職業像是狂刀 然後我剛剛玩 剛剛 就是一直以來玩的就是蠻王 還有林仙 煞諾 還有五尊 他的五大職業 然後三大種族 仁族 仙族 跟妖族 啊我自己喜歡妖族 而且我要跟你們炫耀一件事情 這個的話也是你們等級慢慢提升之後會遇到的 這個等級提升之後呢 可以在時裝這邊 會配戴一個永久的 這個 腕盤甲 腕盤甲穿戴上去 有沒有 沒有 我們 我們切個衣服就換了 就跟大家不一樣了 然後我們是近戰類型 所以我們拿一個大斧頭 真的必須說耶 他單手臂可以拿這隻大斧頭 他估計一根手指頭可以抬起我了 不要下班好嗎 每個職業都會不一樣 衣服穿起來也都不同 這個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蠻用心的一塊 等級練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 可以騎坐騎嘛 這個其實在很多遊戲裡面都會 有的一部分 然後我的畫已經升到熊熊了 坐騎是他每升階他會長的不一樣 有狼 鹿 巨猿 娃娃 魚 然後最最最高12階的話 是龍鱗 就有點像是麒麟的一個坐騎 就也蠻帥的 紅顏的話就是這個蠻妙的 紅顏是你可以跟他們聊 就是可以跟他們聊天 然後你會知道他的性質 然後他可以給予禮物啊 就是給了之後他的生命法術那一些都會上升 再來是可以跟他互動 就是這些的話都是要慢慢去解成就的一塊 側篇的話就是有一些劇情會慢慢解鎖 看你會跟哪個紅顏最好 這塊的話是篇座騎跟紅顏系列 都是我們主角身邊會有的東西 日常任務蠻多的 然後因為我都解了算是蠻多的一部分 像洞窟秘境日常答題蠻好玩的 日常答題的話是跟 歷史有相關 跟生活有相關 跟遊戲有相關的 所以日常答題的話 一天都可以去答一下 然後有15題就看大家怎麼回答 標型天下 標型天下的話就是有點類似 算是搶劫 那搶劫的話他會把你搶來的東西轉換成錢 就是這個也還不錯 就是蠻另類的一個玩法啦 把這個界面打開會有一個關係 關係的話會有師徒 結拜跟結婚 那結婚 結拜跟結婚的話需要一點好友度的提升 就是像我現在跟大家交朋友 就是交了你們好友之後 這個結拜跟結婚應該要過個幾天才能去累積到 因為畢竟是要送花 大家應該玩過RPG遊戲都是要送花的 師徒關係 這的話就看大家了 師徒結拜跟結婚 結婚的話是要單身異性喔 他比較不一樣 有一些的話是同性就可以 但是異性的 這款的話是要單身然後異性的 所以我只能跟男生結婚 沒辦法女母結婚齁 好啦我來先挑一個任務 日常任務 然後我們就再去組對解 等一下我去參加一下 我已經打到327了 我繼續我再往上PO一下 這個 這個塔的話也比較算是個人修煉啊 就是他可以拿到的是 坐騎的糧食 就是那東西是可以給坐騎吃的 哎呦 30層樓上比較難過囉 啊我要死了 所以我的極限目前是 在32 32層 大家可以去玩玩玩看他的階層 你可以打到哪一個階段 欸我們先解個看迷霧塔好不好 呃先打打看這個 呦 出發 欸兄弟們我找到一隻怪了 我幹你們怎麼找到我的啊 欸我拿到一個鑰匙了 我拿到一個鑰匙了 喔哇 欸有一個用電的好像長蠻帥的欸 AOE的 呵呵呵 呵呵呵 這個看起來很厲害欸 什麼 他又說當前第一層 我好 他搞得我好亂喔 呵呵呵 呵呵呵 這個迷霧塔 真的讓我迷路欸 欸我跟你們說後面那個蘑菇我來齁 還敢叫蘑菇 搞音啦 搞音啦 搞不成這樣 叫我的名字 有問過我嗎 我們被踢出去了 哈哈哈 迷霧塔超難欸 但是迷霧塔很棒 就是迷霧塔你要知道說你到底 你到底去了哪一區 哇我跟你說現在嗎 你這迷霧塔 迷霧塔人多到炸天 那我打打看這個 我還沒玩過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對方藍色旗子給拿下來 啊我怎麼這個走出去就有人秒殺我 為什麼怎麼會有人秒殺你 我想去前面看一下欸 哦 哦所以我們走進去 哦瘦瘦瘦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去打架 欸前面很high欸 前面除了拆席子之外 我們是要去前面打架的欸 幹什麼東西啦 有沒有有沒有那個 那邊在被打人啊 哎呦哎呦很秀 哇怎麼 等一下 我吃瓜群眾 吃瓜群眾一直被殺 欸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我很不爽我很不爽 等一下我只是想要看他被打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無神塔 有了 出發 我們來看一下 欸靠 啊欸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好痛喔 好痛喔 哥哥姐姐保護我 那邊都四十幾等 救我一個人三十五 好痛喔 哎呦第二關第二關 我頭都快破掉了欸 要第二關 可以打操作 等一下等一下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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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